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通过我以前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帮我找到了一家正规的这个聚贵犬的犬舍 犬种的质量也很好 然后就定了一只小狗 然后这只小狗现在是三个月大 打完了所有防疫 今天就要发过来 那这只小狗呢 要在咱们犬舍养一个月的时间调整一下 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这只狗的本身那什么健康啊 这个都不是很担心 因为正轨选择它的防疫做到都挺好 我担心的就是香港的局势问题和疫情问题 那托运方面我们只能是等消息了 咱们收拾一下 一会去接它 去看见了 一面有水 画渐的波爐 跌尾 路面都有 我们已经准备了 IH 石家庄零售停车区 咱们是在这儿来接这只小贵宾 我给他们拍一个视频 放前座吧 真弄的这个铁架子是真结实 汗的 脸上已经开始返灰了 还剩顺利吧 咱们赶紧回去 黑不就秋了 什么也看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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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是很胖 可能是有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全能没有 嗯 嗯 摸着身上咳嗽 嗯 摸着身上咳嗽 摸着身上咳嗽 我来休息吧 这次聚会已经回来好几天了 首先他回来以后要给他 嗯 达达 出去 摸着身上咳嗽 哪儿都有泥啊 回来以后先调整一下肠胃 主要是怕他肠道也不好嘛 不是很胖 我也不知道这种狗是不是就是这种体型 哎 别咬我啊 前面我说了 这只小巨柜呢 是香港的杜安姨给预定的 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 龙犬呢 这照片是图片上这种样子 很漂亮的 他们这种是赛级装 而将来咱们自己养这种鞠龟呢 可能就只做宠物装就行了 就修得跟那个大毛绒玩具一样 非常好看 那大家猜一猜 这只狗是什么颜色 它就是灰色 鞠龟这种狗呢 它的毛色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小的时候就像黑色一样 长大以后 从面部开始 这个灰色就体现出来了 杜安姨给它起的名字叫六月 小六月 是一只小光狗 OK 你自己玩吧 脑子咬我 小六月非常的活跃呀 非常的活泼 小家伙坐了一次飞机 又倒了一次大巴车 才来到我们这儿 我还开车去过去接它 很难看到它的眼睛 它眼睛非常的圆 最贵这种狗是不掉毛的 但是它的毛会一直长一直长 需要给它定期做美容 修一个美容妆 还挺好看的 只不过我们选择 不敢养这种不掉毛的犬种 因为它的毛一直长的话 打理起来就会非常的麻烦 那到时候就不是梳毛那么简单了 咱们犬舍很少帮别人代购幼犬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健康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谁负责 如果我们帮忙找的 中间我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们对于其他犬舍呢 如果了解的不够深 我还不敢拿 所以当时杜阿姨让我帮她 找这只小巨柜 我特别的为难 当然了 幼犬也是非常贵的呀 现在咱们就需要给她 调整一下肠胃 然后吃的上面 营养跟上去长胖一点 OK到时候就可以去香港了 希望呢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 能够拿到她长大以后的视频 真的很期待啊 因为我对这种巨柜这种狗呢 不是很了解 但是当我看到她发灰的颜色的以后 我说原来呀 这不是黑色 开始我都以为是黑色的呢 后来全主的告诉我 他说不是 他说这种灰色的巨柜 小的时候就是深色 好吧 怪我无知 小六月 咱拍这个视频主要是让杜阿姨看一下 因为杜阿姨平时会在YouTube上面 关注我们的视频 我们希望等小六月去了香港以后 能够健康的成长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反馈她成长的过程吧 好吧 很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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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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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